那我们今天讨论是以女生为主的 原理就是12星座男人 无法抗拒优点跟缺点 星座专家维维安 销声匿迹好一阵子 平面媒体报导 有殡葬业者证实 已经接办维维安的告别室 星座专家维维安 今天传出了癌症病师的消息 她的本名叫做陈佳音 原本在第一殡仪馆 有一个与她同名同姓的女子 在16号的时候 申请了告别室的礼堂 没想到在消息曝光之后 名字却已经改成了不公开 从殡仪馆到礼仪公司 全遭下封口令 据了解维维安出状况 从两个多月前开始有征兆 包括讯息未读未回 2004年开始 每年都出版的新作运势书 也都没有下文 出版社催稿 维维安的助理说 老是因为个人因素 而无法再出书 维维安形同人间蒸发 她在微博的最后一篇文章 停留在9月1号 呼吁大家要相信正能量 强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准备 放感情 放感情出来 维维安与另一位新作专家 郑嘉玲是世心同学 两人在2014年曾一同上节目 郑嘉玲表示 当时维安就曾透露健康亮红灯 维安两年前退出命理节目后 就很少出现在台湾荧光幕前 如今2号传来 却是死因沉迷 有说法指他减肥过度 导致身体难以负荷 罹患癌症 但也传出维维安 因为忧郁症所苦而轻生 低调挥逼人士 让演艺圈好友与粉丝 震惊不舍 记者机关红李一会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